我是老胡 欢迎收看胡侃 美国总统拜登22日在一档访谈节目中说 如果身体状况允许 他计划2024年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时竞选谋求连任 当主持人问他 这是否意味着他与特朗普的复赛时 拜登笑了起来说 你这是在诱惑我 然后他说 如果特朗普是共和党提名人 自己为什么不与他竞争呢 他表示这会增加他竞选连任的可能性 如果三年后又是拜登和特朗普这两个老头 决战美国大选那就太好玩了 去年两人决赛时 特朗普74岁 拜登78岁 已经让很多人说闲话了 觉得美国真是找不出人来了 整来整去整出俩老头 当年克林顿多年轻 当总统时才46岁 奥巴马当总统时也不过47岁 但去年美国是真正的两个老爷爷 带领美国的两派互家 这要是到了2024年 两个老爷爷就更老了 一个78岁 另一个82岁 加起来整整160岁 现在看起来这一戏剧性场面出现的可能性还蛮高的 民主党这边如果拜登决定参选按照规矩就很难出现实质性的挑战者 共和党这边蠢蠢欲动的人很多 其中就包括前副总统彭斯和前国务卿蓬佩奥 彭斯一直注意与特朗普既维持面上的友好关系 也保持适当的距离 被认为在为竞选总统积累人设 那个被中国媒体骂成人类公敌的蓬佩奥 已经透风他随时准备打一场美好的战役 但他没有准确说出2024年 原因是如果特朗普参选 彭斯和蓬佩奥恐怕都得让路 他们背叛特朗普并反过来与他竞争总统大位 这在美国也是玩不转的 而特朗普上一次输得非常不甘心 他一直声称拜登偷走了他的竞选胜利 回过头来报一件之仇 无疑是他的最大愿望 只要有可能他不会把机会让给别人 而且如今在共和党里 没有能够挑战这位前总统的新的领袖 美国舆论也是很想看拜登与特朗普来一场复赛的热闹 华尔街日报本月7日专门针对拜登与特朗普可能的再战 发布了一项民调结果 显示1500多名受访者中支持拜登2024年连任的占46% 支持特朗普回到白宫的只少了一个百分点占45% 同一项民调显示高达63%的美国人认为这个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而去年总统大选前也是过一半的美国人认为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 所以人们把特朗普踢下了台 换上比他更老的拜登 但是美国仍在继续错误 换总统没起作用 的确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年 美国因新冠病毒死了40万人 拜登执政一年有疫苗了 但死的人更多 如今总死亡人数达到了83万人 那怎么办 要不然三年后再换回去 老婆最后想说 在巨大困难面前徘徊的美国 没有真正的改革能力 换个总统就像在一个肿瘤外面的皮肤上贴一张膏药 只能疗以自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